印度河是印度的主要河流之一,所谓印度河流域文明是指印度河两岸地区居民的社会、宗教、经济、文化和政治情况。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主要特点是以城市和商业活动为主的文明,当时建立了许多大城市,而且与外国建立贸易联系,游乌难以确定印度河两岸地区的居民是属乌哪个民族,因此,学者就称其为印度河流域文明。 公元前六世纪,印度出现了16个主要强国,形成列国纷争和百家争鸣的局面,情形就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相似,伴随着列国的征战和婆罗门教的发展,以前简朴的废陀教信仰被削弱了,宗教信仰也逐渐复杂化,种姓歧视进一步加重,因而引起了广大人民不满,强烈要求改变不平等的种姓制度,无视反对种姓制度的佛教应运而生。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,他原名乔达摩西达多约,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前四百八十六年,出生略早屋中国的孔子。 属乌印度的释迦族,为差地利种姓。 他生屋加皮罗未成,金尼泊尔境内,父亲敬范王,是释迦族的求偿。 身为贵族的释迦牟尼,自幼生活条件优越,十六岁时结婚,为了解社会,释迦牟尼外出游历,对现实社会的种种感触甚深,体会到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和不幸。 29岁那年,释迦牟尼毅然抛弃舒适的生活,决心出家修行,游历各地,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之道。 在35岁时,修行多年的释迦牟尼,中乌悟道成佛。 从此,他以释迦牟尼,及释迦族的圣人著称乌士。 释迦牟尼获道后,开始传道,广收弟子,后来并组织了教团,并出了修行戒律。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圣地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以及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等。 佛教提倡非暴力,主张妨碍众生,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特权等都有其进步意义。 16世纪初,葡萄牙人成为最早来到印度的殖民者。 17世纪初期,荷兰、英国和法国相继东来,在印度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。 到18世纪中期,英、法在印度的争夺更趋激烈。 最终,英国大胜,印度在1757年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。 至1849年,印度全境被英国占领。 这些财富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,使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。 但印度却因而变得贫穷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甘地领导的反英抗争,迫使英国殖民当局提出了分而置之的印度独立法案,及蒙巴顿方案。 按宗教信仰把印度分为印度斯坦,主要信奉印度教和巴基斯坦,主要信奉回教两个国家。 1947年8月1日生效,同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,结束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。 1947年9月1日生效,主要信奉回教组。